这个稻草人成精了 他扭头看向胳膊 手一用力 绳子就折了 随后解放出另一条手臂 可还是动不了 原来腰间还系着绳子 不过刚解开绳子 他就趴到了地上 慢慢抬起胳膊 双臂一用力 撑起身子 可他还不会走路 于是向前爬去 爬了没几步 又一头塞到地上 随后双脚用力 把身子翻了过来 紧接着大腿弯曲 想站起来 可惜失败了 喘了一口气后 双臂用力 他就站了起来 突然一张报纸盖到脸上 定睛一看 居然失调招聘信息 于是拖着三斤重的身子 迈着优雅的步伐 来到一个工厂 他要找份工作 面试官问他叫什么 由于疯着嘴 他还不能说话 于是在胸口比划了一下 让他出示身份证 可稻草人不知道那是什么 后面的叛哥等着有些不耐烦 抓住他的胳膊 稍微以用力 稻草人就转了过来 把胖哥吓了一跳 随后就把稻草人赶了出去 那他为什么要找工作呢 原来小美非常孤独 于是做了个稻草人陪自己玩 给他讲故事 教他吃东西 还一起跳舞 不过老爸还不起房贷 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他们马上就会无家可归 稻草人躺在地上睡觉时 忽然路人给了一枚金币 他非常激动 立马站了起来 还邀请女士跳一支舞 可跳着跳着 女人以用力把她的胳膊拽了下来 这个稻草人正在跳舞 没想到女人以用力把胳膊拽了下来 吓得人们四散奔逃 他捡起地上的帽子 戴在头上 慢慢转过身来 看到一家银行 于是走了过去 可老板看到他蒙着头 以为是抢劫的 偷偷去掏枪 稻草人一声大吼 枪掉到了地上 他捡起来后看了看 把枪口对准了老板 吓得他立马举手投降 把银行里所有钱装进袋子里 稻草人见他这么痛快 放下枪 拎起袋子就往外走 可刚到门口 就听到一声枪响 他身子一震 胸口破了个大洞 老板还纳闷时 人就消失不见了 稻草人伤得很重 一拳一拐向家走去 这时刮起了八级威风 三斤重的他 每走一步都很困难 小美发现稻草人不见了 非常着急 找了半天都看不到人影 突然地上刮来一张百元大钞 他急忙捡了起来 在屋前发现一个包 里面还装着很多钱 同时看到地上有很多稻草 他根据线索 一步步向前走去 终于在山坡下 看到了稻草人 小美问他 为什么不说一声就离家出走 为什么不敢看着他 稻草人这才转过身子 他面浓憔悴 只剩下一只胳膊 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 随后伸出手 希望小美原谅他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突然稻草人没了力气 慢慢倒在地上 小美抓起稻草 塞进胸口给他疗伤 之后把他绑到十字架上 吸收日月之精华 终于他又活了过来 你想不想要一个同样的稻草人呢